大概抓一下位置 這邊水面比較圓 可以讓它稍微有點幾何的感覺 就是這個可能有點斜度 看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水面大概快接近中間 右邊多還是左邊多 草地多的話水面就少一點 或者是水面多 所以可以讓它像這樣扁一點 扁扁的 太圓感覺這個形會比較容易框出來 有一個弧度在這裡 樹也是一樣 有時候看一團 如果你把它畫圓圓的 除非都是圓的 可能它就不明顯 不然大部分我們這個都要讓它有變化 就是比較不會有曲線出現 所以這邊我們把它像這樣稍微斜一點點 斜蠻多的 不只斜一點點 然後 樹的部分 這裡剛好比較中間 抓一個 看是要少一點比較好看的 多一點 那因為水 它可能比較平一點 所以我們以草皮為主 比較好畫 這樣子 點點水 這邊草皮 那草皮留多一點是因為它這裡還有光線 這裡還有光影 這裡有一個光影的感覺 這裡有一塊 這個是人的位置 這邊還有一點點 那主要這是大塊的 那這個就要小塊一點 在這個空間裡面 大有小 或是整個大的 中的小的 好 橋的話 因為它大概兩條 這個 兩條線的感覺 那時候我們再去 上明暗再直接加出來 色塊再加出來 好 那我先從 這邊比較麻煩的就是有 天空跟這個 這個粉紅色的花 它很容易混色 所以我們 就變成都要預留 紅色的範圍也留 然後畫藍色 或者是 因為 藍色上去之後 紅色畫上去 它會偏紫色 所以還好 那如果你紅色畫完 再畫藍色 那藍色有時候混到 就會變成天空都是 都有紅紅的 所以我們先從遠的先畫 那這天空比較偏 天藍 天藍 加白 還蠻亮的 蠻明亮的 那這裡看其實是蠻 藍色蠻重的 給你看看就知道 還蠻明顯 那它還蠻白的 有時候天空太大片 又那麼白 也是要自己做 做變化 就會有像這樣 這麼藍的 那因為它上面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讓它 天空比較單調一點 比較平一點 照著它的 明暗度在畫 像這樣 淺淺的 要混均勻 因為有時候這個藍色一點點 它就整個 又變暗 以上一點點藍色 原料把它擠出來 把它卡在鼻裡面 稍微用一點 藍色跑出來 它又變暗 到這裡 那在天空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 大塊一點 不規則的造型 這樣子它的邊 就會有一些起伏 那時候我們在畫 紅色就會 比較不會一團 所以這個天空 除非很大張 如果這個要畫 10號 20號 可能天空就是 這一塊這麼大的 那當然我們不可能 這樣比觸嘛 我們一定是整塊這樣塗滿 然後這個邊邊的造型 再去描出 一點點起伏 所以小張 我們就是用比觸 大張的話 這麼大的面積 會有比觸 但是一開始一定是整個填滿的 先塗底色 顏色的話其實不會太複雜 大概就是 可以讓它有點粉粉的 加白 顏色加白 綠色加白 都不是很灰的顏色 那主要也是因為它的光線比較明亮 所以它的色彩感覺比較飽和 這個也算是塗底色 那厚度的話 我們可以再 畫完花再去加一點 這個裡面穿插 穿插在裡面的厚度就不要太 不用太厚 所以有時候把它稍微抹平 所以有時候把它稍微抹平 天空 這蓋還比較深 那天空可以 面積多一點 因為花要蓋上去 會比較容易把天空覆蓋掉 因為如果天空 面積 花流的比較多 有時候會覺得到時候會太多 還要再去補天空 顏色就容易髒掉 但是我們在畫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 天空畫完還是會再去畫 等於樹 等於這個花畫完 還是會再去加天空 因為要 修飾 要最後的整理 整個天空的亮度 越到中間 再更亮 這個 這個都是圓景的部分 現在我們在畫的時候 大概抓幾個 大概抓一些造型 就是 這裡有綠色 這裡有藍色 那我們要去想的是 這個綠色 如果是慢慢漸層藍色 或是有一點點 就是只是簡單的 這個 變化 不要一開始就 樹畫的很多很複雜 先把它 簡化一點 複雜的東西先把它畫的 平一點 不要那麼複雜 這邊有 也有樹的量 有一點厚度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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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空 就只有藍色跟白色 在 像明暗的差異而已 亮一點 跟暗一點 暗一點 就比較藍 亮一點就 那個 藍色的感覺 就比較不明顯 這邊是一團 再來這個 中間穿插幾個 穿插一些透光,透出後面的背景 這邊也是穿插,這裡如果要比較稀疏一點就是只有一個樹枝 那樹枝只有一個的話,大部分我們就可以先用天空把它填滿 那天空只有藍色的變化,通常我們都會再做一點層次,偏紫色偏灰一點點 或者是看有什麼顏色加一點變化 那因為前面的樹很複雜,花很複雜,所以這個顏色就不用做太複雜 自然紅色上去之後,它就會有點混色 那這個還蠻亮的,一般我們都是深到淺 之後這個地方天空會先跨,遠到近 所以這時候就是反而是以遠的優先 那看起來這個是比較大團一點,因為罩子上面 這個是比較稀疏,透光的部分比較多 那先天空,有點厚度 再來也是一樣遠景,遠景就要從深到淺 除非是整個都是亮的 那當然我們先整個先塗亮的 暗的只有一兩塊的時候,再去點那個兩塊 所以這看起來是比較暗的 那我們從深的開始畫 深的明度 那深色的話我們先 走在這日,антしま 行 因為�覓那只是 後,這才是髒 鐘 雜聲 蛋 通常 雜聲 先用這個速率 这个算是浅的,不是最深 远的这一颗,这里有一些绿绿黄黄的 所以把颜色调确定了,就是在这个区块,像这样去夹 那这个比触是先有一点比触效果 最后如果它要有点的造型,我们再去像这样 就比较有深的块面,浅的块面先分出来 这个块面是不规则的 所以一开始不会做得太细,就是确定好颜色 确定好这个明暗度 这边的树比较灰一点 再来,深的,看来的绿色 也没有到很深 再更暗的话,就可以加蓝色 就感觉有点灰灰的 要这么深,还是再更深一点 更深,蓝色再更多 越来越偏蓝 再点看看 有比较暗的,但是比较偏蓝 而且比较灰 先把这个区域 这边是桥的高度 这边是树虫 还有个影子 底下有一个绿色的草皮,比较亮 蓝色 颜色其实都不复杂 大概就是两个颜色互调 如果用到三个颜色 或是很多个颜色 有时候我们调一个颜色会到处沾 那颜色就是通常是比较灰 然后 比较不是我们 比较不是鲜艳的颜色 鲜艳的颜色会比较好调 这边也是这样有点起伏 这边也都是整个 这样子过来 这边有树,所以后面不要太深 那先以整个都差不多 但是 这里会比这里来的浅一点点 这样比较有空间感 因为这个都是树的暗面 树的暗面 远的跟近的 就是做出一点差异 蓝色绿色 每次调不会说一模一样 但是也是在这个范围 在这样一个深色的范围 所以画起来就 刚好可以做一点变化 这边是暗的 这边有比较灰 不是蓝色就是绿色 然后做一点明暗的变化 这边有比较灰 那要有灰这个是黄跟蓝 不是蓝色就是绿色 绿色就是黄跟蓝 都没有红 所以要灰就是一点点的 有红的颜色都可以 这个又更灰 因为比较对比 帮助尼也有红 既然我们下来 ум二